以前的发动机用压缩比来判断加几号油 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但也只能算是经验之谈 现在很多发动机动不动压缩比 13比1 14比1 加92号的油 一点问题也没有 那之前的视频里面讲过的 其实这个压缩比 它指的是气缸最大容积 和燃烧式容积的那个比 那打个比方 就是一个带盖子的这种糖色杯子 你把这个盖子盖牢了 那里面的这个体积 就是气缸的最大容积 最顶上杯盖的那个部分 就是燃烧式的那个容积了 那压缩比越高 这个气缸里面就压得越厉害 汽油的抗暴性要求也就越高 标号要求也就越高了 那所以网上有很多的经验之谈 甚至是一些加油站 有回小贴士告诉我们车主贴的 压缩比8.5以下的92 8.5到10的95 10以上的用98 听上去偷偷思道 但是不太好经得起推敲的 我们具体来讲一下 首先现在的发动机 压缩比的整体趋势 肯定是越来越高了 那前面讲的总结的规律 已经不太适用于这个新车了 清华大学2017年的硕士论文 高效汽油发动机开发上面讲 高压缩比设计是近几年来 一个主要的发展趋势 传统汽油机的压缩比 一般在10左右 如果是增压汽油机 基本上也不超过10 但什么阿特金森循环 冷却一级 燃烧式系统优化 各种各样的技术在发展 汽油机的压缩比 是不断的在往上升的 你传统的直喷增压机 压缩比已经达到10了 自然吸气发动机 普遍在10亿以上了 更高的也不是没有 你比如说大众新款 1A211 1.5T发动机 压缩比就是12.5比1了 丰田新款A25B 2.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压缩比14比1了 你按照前面 所谓的那个经验来看的话 这两款车子都要加98号油了 但实际上大众1.5T 是建议加95号油的 丰田2.5升 那个其实92就是可以用的 那靠一个简单的 这个一刀切的方式 来决定加几号油 就有点说 南方人 你是不是南方人 你南方人就一定要吃米 你北方人是吧 你北方人一定要吃面 那么我杭州对于 北京人来说我是南方人 但对广州来说 我是北方人 那我是吃米还是吃米的 说不清楚了 这不科学的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的压缩比 决定不了标号 而主要是因为 影响燃烧的因素真的多 你比如说混合器浓度 点火次数 静排气时间压力 甚至静排气管道的形状 长度它都有可能会有影响的 那技术在发展 厂家就各种方法来琢磨 来调整 来适配这个汽油 压缩比的影响 就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了 就好比我们炒菜一样的 你炒出来好不好吃 你不能光开菜新鲜不新鲜 几种食材怎么搭配 大火还是小火 温度 时间 多工 甚至摆盘 都会对人的状态和口感有影响的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大家熟了吗 马自达创始蓝天发动机 13比1的压缩比 依然用92 原因很简单 这个发动机的实际压缩比 没有13比1那么高的 因为它用了米勒循环 这个压缩比是小于膨胀比的 比如我们假设燃烧式的体积是1 气缸的最大容积是13 那正常压缩的话 13比1了 那实际的工作中 活塞刚刚开始压缩的时候 这个进气门还没关 那么空气是会被挤出去一点的 那最后被压缩的那个体积 其实没有那么大 很有可能 它就差不多是10比1了 所以就不需要特别高的 那个标号汽油了 当然实际的数据 影响因素比这个更复杂 只是方便我们理解一下而已 那第二个例子 奔驰A45上面有个M133发动机 压缩比只有8.6 但是实际它还是要加95号油的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发动机 实际上的工作环境 是比较带引号的那个恶劣的 你为了从这台2.0T的发动机上 要压榨出360匹马力 这计时人员用了一个比较大的涡轮 而且是双涡管技术也用上了 那实验最大增压强盗 达到了2.8霸 普通的涡轮车普遍是一个霸 都不太到得了的 那么最后为了稳定性耐久性 这个增压值稍微降了降 定在了1.8霸 但是比普通车还高不少 那么对于汽油的要求也高了 这相对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要跟着实际情况来 你光看账面数据不一定了 是不是 那总的来讲 加几号油 其实还是看说明书 油箱盖上讲的 这些建议是最靠谱的 厂家的工程师肯定比我们都多 他们靠这个吃饭 天天琢磨这种事情的 油品 情况 只要在中国大陆要卖 他肯定会想到这些问题的 认准他说的那个标号 去正规加油站加油 你没什么问题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